专为情况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临时住宿的新加坡心理健康协会组合家园完成翻新工程 翻新后的设施能够接收更多的病患 预计接下来每年将从医院接收高达60个转诊个案 超过疫情前的每年月40个 翻新后的设施采取开放式概念 房门都被拆除以促进社工和住户之间的交流 出席活动的尚南曼总统表示 社会的支持将有助患者更好地融入社会 院内的五个居住单位 共有51个床位 多过翻新前的36个床位 每个单位内也设有客厅 厨房和浴室供住户使用